每个国家因为风俗人情都会有些自己独有的东西 比如楚国就有自家特色官职三驴大夫 这可是其他诸侯国募有的哟 独一份的好差事 那么楚国这个特色的官职三驴大夫 究竟是个什么官职 他主要是干啥的呢 三驴大夫主要主持宗庙祭祀 监管王族宗族事务等 顺便还监管贵族区锦昭三大使子弟教育的闲差势力 做好贵族子弟的后勤保障 据史东汉文学家王毅的分析 我们知道三驴大夫中的驴的意思是 相当于现在居民所在的地区和编制单位 三驴就是把楚国贵族三大姓 招 驱 井 三是按照单位编制来划分成三个 分别是招驴 驱驴和井驴 我们熟知的楚国名城屈原在流放之前 它的最后官职就是三驴大夫 所以亲们你们老明白了三驴大夫是个什么官位吗